就是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清真寺 也具有 大家这个餐厅里面就是 外面可以 来看一下啊 那我们的右手 可以在下面稍微等一等 不要着急 我们币车的已经有到了 然后我们 我们的第二节算在看 再一次 鸡蛋 鸡蛋 四个 四个 可以在这里 三个 四个 二十个 应该一桌 做十个 酒 二十个 两尾 牛肉 牛肉 這是牛肉 牛肉已經 這是牛肉 這是長飯 這是大寶貝 這是長寶貝 我們要觀賞 這是長寶貝 我們現在呢 馬上就要到我們的第一個 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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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们也可以讲 但是他们没有把我牌面打呀 我的牌面比他们大啊 一定要给大家讲一讲 欢迎各位同伴 今天好 就西平鸿城 那到顺朝的时候叫做金堂城 所以说我们这个坊间有句话什么做 一座寺一座城 我们这里啊 多么金大寺啊 和我们这个新美式的历史 是相关的 我们民间有句练义是怎么讲呢 佛教靠白马进来 基督教靠墙头进来 那我们这里啊 是在顺朝的时候啊 是最高光的时刻 宋朝的时候我们这里成为一个 international city 很多西日的商人啊 那这个要冒买 中原的货人也到了 为什么呢 一个人的出现 这个人是飞来的远航 下去去 他把四周之路给堵了 金珍寺都要修远顶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伊斯兰教复兴于阿拉伯 古代的阿拉伯和古代的败债 对象的呢 以前没有麦克风 没有喇叭的 修个穷顶啊 床导声音 放一片马赛克波利 导光 开窗户散热 久而久之 约定俗成啊 金珍寺都修远顶 但是不是所有的远顶都是金珍寺啊 美国白宫也是远顶的 所以说修金珍寺只有一个要求 朝向沙特阿拉伯卖下金珍寺 在中国就是潮汐了 那我们这个店啊 它建于1914年 明国三年 距禁110年的历史 是中国电语式的建的风格 那你发现了没有 这个大店它非常的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首先它的颜色 我们的新鲜